明天是和你一起知苏念佛 放生点灯执着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 般若讲座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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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赚钱享受在生活 所以当我们听到大乘佛教这些伟大的菩萨 就会觉得自己很自私 所以觉得很惭愧 所以就愿意用慈悲心来过生活 特别有一点 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 就是说,当我们念 那时候我们就跟观音菩萨合为一体 然后呢,去帮助众生 不过还是讲这句话 就像密尔日巴的修行 我常常讲 要学观音的救苦救难 必须先承受观音菩萨的受苦受难 再一点 你能够观世间的苦 观世音 帮助众生 基本上来自于观自在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 为了消除 为了圆满慈悲 你必须消除我直 得到内心的圆满的平等自在 不然外在的 要去帮助众生的 观音的牵手牵眼 就展现不了力量 所以中午 任伯先生特别跟我讲 智慧跟慈悲是一体的 它不能分开的 所以有空性的人 必定大慈大悲 愿意大慈大悲的人 才能够找到空性 这是一体两面的 所以我想慈悲的本体是空性 空性表现出来的是大慈大悲 必须要展现在我们的 年六十大民族上面 就像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 满地都是黑黑的石头 你要帮助这些黑黑的石头 就是无名的众生 那唯一的方法是你自己要亮起来 如果在所有的黑色的石头 有一颗像水晶的钻石 那每个无名的众生都想要来亲近你 你自然就可以放光给他们 特别我们不分哪一种种族都很喜欢慈悲的观音菩萨 所以有一句话是 爱人者众生很爱你 如果我们随时像观音的慈悲 或者像天主教圣母玛利亚的慈悲 所以每个人都很想要去接近你 那站在大乘佛教 你为了要帮助众生 一定要让他很愿意接近你亲近你 那么你必须内在像钻石一样 来对他们发光 自然他们就接受你的感化 接受我们的感动 所以拥有世间多少财富 并不是有钱 拥有慈悲才是最有财富的 也因为慈悲心你必须 你必定会有世间的福报 你外表再漂亮也是暂时的 但是有慈悲心的人像任波切这样 就很有魅力 请问任波切漂不漂亮 就像德烈莎修女 他说最美的女人就是德烈莎修女 所以我经常去菲律宾印度 我一定去那边跟他们修你修行 他们比我们还精进一样 但是我想慈悲是没有国界的 没有种族分别的 那特别我们学大乘佛教 我们必须让别人感觉到 你是个有悲心的人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记住 这是我们的纪律 然后呢 自己要该笑就要笑 该打招呼就要打招呼 勉强也要慢慢练习 因为这是大乘佛教的特色 慈悲的敌人是称奋心 如果你佛教说小乘断贪欲 大乘断称奋心 因为你如果有称奋心 舍弃排斥别人 那你就破了菩萨戒 因为对方因为这样而不高兴 他也会舍弃佛法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 要站在处理心 你要跪在佛前发愿 断除自私的贪欲 站在大乘佛教 我们要跪在佛前发愿 临死 临捨生命不起称奋心 只要自己发愿 所以我常背一句话 佛陀永远转恶为善 相信也报 佛陀永远转恨为爱 哪怕生命剩下一秒钟 佛陀都还在利益众生 还在慈悲 因为佛陀没有死 因为慈悲才是佛陀的生命 所以当我们慈悲的时候 我们就找到佛陀 所以大乘佛教有一句话说 一念不生 大悲心则生 你要见到佛陀 佛陀永远说 显现慈悲 极见如来 所以你要是发起悲心 你就看到佛陀的存在 当然要圆满真正的慈悲心 必定要以真实的出离心做基础 所谓出离心就是 体悟到生命的变化无常 一切的无法控制 无我 存在的一切 而且没有一样不是痛苦的 那要很深深的去体悟这个道理 就像我们早上讲了 人天福报的修行的五心 第六个叫进入解脱轮回的出离心 因为万法无常苦空 大家都会背 无我 这个世间真相是如此 你想抓住什么 什么就让你痛苦 就像我做个比喻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一对年轻人在街上谈恋爱 当然世间人觉得他们很快乐 但是如果你懂得佛法的出离心 那你会觉得 哎呀 他们干嘛这么痛苦了 所以一个男人在追求金钱 面子 地位 那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事情 有一个比喻 有一个难传的大法师说 这个苹果有毒 你要吃吗 所以这个世间会让你痛苦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去抓住他 所以虽然我们修了很多善业 会让我们很有福报 不会堕落伤恶道 所谓的诸恶莫作 种山风行 会让我们脱离痛苦 直到得到一些福报 现世或来世 但是不断的去思维 那你会觉得变化无常是真相 慢慢你就会学会放下 所以放下是根本的修行 也是佛教基本的目的 就是要能够解脱生死 那各位说一开始要学习 慢慢折服自己 喜欢的 喜欢的就是贪 不喜欢的就是撑 搞不清楚的就是 那是自以为是的叫鱼狮 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把贪 讲成什么 猪八戒 猪 代表贪 所以爱生气的人叫沙悟静 沙悟静的脸黑黑的不笑了 孙悟空 代表鱼狮猴子 你一定要悟到空 所以用这个西游记忆的三个主角 代表我们人类心上的贪嗔痴 猪八戒代表我们贪欲的身体 好色 爱睡觉 猪八戒 沙悟静代表我们的口夜 沙悟静会骂人 沙悟空代表我们的意业 意要悟悟到空 那如何得到这个呢 所以给他取名叫猪八戒 要守戒 沙悟静要禅定 沙悟空要智慧 那这样 唐三藏代表我们本来的佛性 那你要找到你本来的佛性 那你要勤修戒定慧 消灭 贪嗔痴 净化 生口意 那你可以才到印度 终于找到经典 那找到经典干嘛 就是要服务众神 善巧方便 回到中国弘扬真理 那玄奘法师的一个故事 代表一个 我们修行者的一个模范 所以当然为了要修大悲心 那我们一定要精进的实修 出离心 那时也不能就停在出离心里面 而忘了众生苦 我们修这个出离心 放下 是为了圆满我们的悲心 所以如果 没有完全的出离心 你就没办法得到完全的大悲心 所以 你要经常的回光返照 到底我现在 还放不下什么 或怕什么 执着什么 就像我以前 我有一个不好是 很怕鬼 好像去祝念 他们都很认真 还去看那个死亡者分开 现在念一念脸有没有好看一点 我都不敢看 因为我一看晚上 我回家 只要眼睛闭起来 他就在你面前一样 我根本没办法 我只有看脚就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已经要出家了 而且那时候出家了 那现在再怎么办呢 那当然如果你这个问题 你自己去面对 谁也帮不了你忙 所以后来我就 开始为他们施死 包括做烟共 然后一个人做 后来我就慢慢练习 我可以去活木做 可以一个人在大海边做 但是你问我怕不怕 那个感觉还在 但是我 用我认真的去做 那时候 我就可以比较超越 我讲我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次我在日本 住在一个他们说闹鬼的 叫鬼怒川 的一个地方 然后 他们安排我一个人睡一个小房间 那时候我旁边有一个十六岁的小和尚 这个小和尚 他的特点是他眼睛都看得到鬼 所以他眼神有点怪怪的 然后我进去那个房间 他帮我拿行李 拿完以后他说 师傅 你房间有鬼 那我说你跟我讲 然后你也不解决 你跟我讲 然后他就回去了 然后我晚上 当然我就尽量念 一直念一直念 然后后来终于睡着了 但是到凌晨五点 我听到鬼在哭的声音 很难受的声音 因为他们说是自杀的鬼 一个女孩子在哭得很厉害 一开始当然我会怕 那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没有处理性 之后还有一个我被他伤害 那我唯一能够做的 后来我就冷静下来 我就跟这个女鬼说 你很可怜 然后我现在决定了 你就跟着我吧 不要在这边 你一定跟我有缘 不然我们两个不会在同一个房间 但是后来我发觉我主动跟他讲的时候 我就不太会怕 我生起所谓对他的可怜 因为他哭得很凄厉 很可怜 所以我就虽然看不见他 我就跟他故意了 跟他说法 跟他取个法号 然后我说 就跟着我吧 然后这样来修行 那这一次我过了以后我发觉 好像我后面有这些事情 我就不太不担心了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当然我们出离心讲的是一个理论 那你必须去面对这个状况 后来我想一想搞不好这个不是鬼 这是菩萨故意让我修出离心大悲心 但是对我来讲至少我超越了 那慢慢我就愿意去去面对这些事情 所以当然我今天的意思是说 虽然我们讲大悲心 一定要有出离心做基础 但虽然我们讲大悲心 你更要有人天福报 你不能说我很慈悲你却很穷 我说你修的不好 所以优婆舍借经菩萨八法 你要修悲心之前 你要有四间八种福报 这里面包括有钱 健康 地位高 便财无碍等等等等 不然的话 你说你人天福报没修好 那你说你要修慈悲心 那你根本没有帮助别人的能力 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说 虽然我们大家都想 有大悲心菩提心 那为了圆满慈悲心的功德 各位在人天福报的善业 一定要很积极去做 哪怕就像我这几天跟仁波切 坐在旁边吃饭 我就压力很大 他桌上掉一点饼干就 哭就点起来 就吃下去了 所以 就像佛陀的时代 佛陀看到一个出家人眼睛看不见 他衣服坏掉了 佛陀亲自跑到房间 帮他缝衣服 比修人佛陀说你功德圆满了 那你干嘛还要修这个功德 那佛陀说 我现在存在的唯一任务是 任何小小的福报我都要有 我才可以圆满佛陀慈悲的任务 所以我想我们更想要圆满大悲心的人 在任何一点的所谓人天福报小小的善 我们都要积极的用一种大悲心去做 当然用人天心做福报跟用悲心做福报 那当然不一样了 那在第二个阶段想出离心的时候 那如果你单纯是为了修出离心 那可能你会震入阿罗汉 那这样你对世间的帮助就不存在了 这个我们叫小秤的修法 那但是我们修大悲心的人 也不能因为这样而不提振出离心或空性 有个比喻是菩萨是一脚踏在火灾里面 一脚踏在安全的地方 因为菩萨虽然要要跑出去 但是他跑到一半的时候 才发觉他有爸爸儿女还在火灾里面 所以菩萨永远站在这个阶段 所以虽然已经可以震得罗汉 但是菩萨却赶快拉起这个心 然后去圆满大辈的任务 所以有了慈悲心 我的意思是说更要把人天福报修好 但是有一句话叫修天福不想天福 所以我亲近一个老和尚叫应顺导师 他一直强调这个 他说以后你们盖寺庙 外面最好用灰色的 那一副很贫穷的样子 然后呢 但是这个寺庙虽然很贫穷 但是你最好盖在人最多的地方 那你可以去接触很多可怜的人 所以他告诉我们修天福 虽然我们讲出离心 但是我们一定要累积这么很大很大的福报 然后才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 但是你有福报以后 你执着你就完了 那你就在损福报了 所以你要经常放下放下 而且把你的私人财产告诉人家 所以意思是说女人最好不要有私房钱 当然我想这些只是如果你这个钱是为了要供养三宝可以了 经典有说你偷你先生的钱 去供养三宝不犯偷到了 但是你不能认为说钱是我的 就这个意思就好了 所以身体也好感情也好钱也好 有一点是我的 所以我们台湾人很喜欢讲温安温安 我的老公我的老公 好像是他管的 那这个也就代表我们处理心 修行有人很喜欢用莲花来代表 所以我们叫莲花的心 那有人问什么意思 我用两句话 一点都不执着却充满了爱的心 那一点都不执着就是我们讲处理心 但是虽然放下 却要去爱所有众生 简单的说不爱自己所要的 但是却去关心众生所要的 一点都不执着充满了爱 另外两句话我也觉得我自己很喜欢 身如乞丐 心如黄金 我们身体像个乞丐一样 什么都没有 但是内心充满智慧慈悲 那这样才是最快乐 身如乞丐 心如黄金 讲两个佛经里面 出一经的故事 有一对夫妻坐船出去寻宝 那碰到台风 结果太太淹死了 那尸体回来以后 放了一段时间 然后要把它葬到土里面 结果当他们把尸体搬出来要葬下去的时候 却发觉这个死掉的女人 鼻子有一只蛇在那边转来转去 那时候他先生有点生气就要把这些蛇打死 小蛇 那时候沐建年有神通吗 经过 你不能打啊 那是你太太啊 她说你乱讲 她说你太太是不是生前的时候很爱漂亮 很爱照镜子 所以他现在连死的你看都还在他脸上跑来跑去 所以沐远说我给他念念经了 所以希望他得超度 这是第一个故事 那第二个是各位可能听过了 比丘执着加沙 就是我们出现人如果死了 那件加沙要送给其他的比丘 那个是法衣佛陀的衣服一样 结果这个比丘修得不错 但是他生病死了 那佛陀就跟其他的比丘说 这七天你们不要进他房间 等七天以后再说吧 因为佛陀知道了 那比丘一进房间 就把那个加沙会拿起来分给大家 因为结果比丘 他很执着那件很漂亮的法衣加沙 所以他死了以后 变成一只小虫在这里面 如果谁去拿 他就一起撑恨心 一起撑恨心他就要下地狱了 所以七天的中阴 转世过去佛陀给他加持 那比丘超度了以后 然后呢 佛陀说你们可以去拿那个法衣了 那当然佛陀再给他解释 为什么 因为他执着吧 所以我讲到这边 我还是必须 修行要很坦然诚实 问自己 你到底现在什么还放不下 还想要抓住 因为站在解脱道 我们汉文的经典 修解脱道 人要像如旧投篮 就是这个火已经烧到你的头发 眉毛了 你要很认真的 赶快把这些火灭掉 要把内心的贪质啊 消除掉 不然你就没办法解脱 更何况我们要修慈悲心的菩萨道 我不能讲太多出力心的故事 不然大家都去处理了 但是对我来讲 虽然我发心出家 是想要修慈悲心菩提心 但是我又发觉很多 包括自己很多修行者 他最基本的处理心 体悟无常没有做到 那就等于 一个有脏东西的杯子 去装干净的水一样 毕竟他要圆满他的悲心菩提心 做不到 所以当然 就像我们感谢仁波切 一直强调 一定要修到没有我值 修到自他平等 修到一切都 能够安住在空性 不然的话就没办法圆满慈悲 不过我还是再讲一个故事好了 在西藏有个老人家 他们都很喜欢 《欧梦的编冥》一辈子念 这个老人家往生了 家里就请了中规的上师 来跟他超度 习惯是这样 就是说超度完了 大家要把 往生者最宝贵的东西 他的金钱拿来供养上师做功德 但是上师不笑 他不接受 他们家里就想说 上师是不是钱不够 或是哪里 上师说不是 你们不用给我这个 你们墙角 里面有个东西挖一下 给我好了 大家就跟上师过去 哪里有啊 里面有一个 藏人喜欢叫利松石吧 是吧 上面有一只小虫 那时候上师自己知道 因为这个老人家 虽然一辈子这么精进 但是他把那一棵藏在那边 他最爱的 所以他死了以后 就变成那只小虫在那边 所以当然 上师慈悲啊 就跟这个小虫 说法超度 超度完了以后 那么 他才圆满 他才接受他们的供养 所以当然我这样提醒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在努力的修空性啊 悲心的时候 真的要 越要圆满慈悲 越要净化自己 自尽其义 所以到底哪里我们 放不下 就像在佛陀灭多三百年 有一位尊者叫 那缅甸人很喜欢拜他 叫 乌巴库 他也叫 水中发财佛 凡是没钱的一定要拜他 因为在佛陀的时代 很多比丘啊 出去脱脱都 空空的回来 大家都问佛陀要怎么办 那佛陀说 以后你们没有福报的啊 你就跟着乌巴库就好了 又不许多 所以乌巴库那时候 也生在佛陀的时代 所以那跟着乌巴库以后啊 所有的 他们就可以得到供养 因为乌巴库的功德嘛 所以 到了佛灭度以后三百年 他又来帮助阿育王 阿育王 所以降服了阿育王 帮助阿育王 在这个世间建了八万四千的佛塔 那乌巴库怎么度众神 因为他是阿罗汉 但是在佛陀灭度以后 有很多比丘到处宣扬他 已经证阿罗汉阿罗汉 那乌巴库怎么度他 他既然降阿罗汉 他在树下打坐的时候 乌巴库就变成一个大狮子冲过去 然后那比丘就跑掉了 然后他就跟说 你看你降阿罗汉还会怕死 你还有执着吗 这位比丘才 原来我没有阿罗汉 那可能真的出国 恶果有点感受吧 所以他们就礼拜 乌巴库做师父 所以乌巴库这样度了 在佛灭度以后 度了一千八百位阿罗汉 但是他们度阿罗汉的方法 就是让他知道 你的根本我知在哪一点 让对方能够知道 精进 用这个方法 所以在佛子行三十七颂 也告诉我们 当我们对生死轮回 生起了出离心 而想解脱生死 但是马上我们要幻想 那我们的妈妈怎么办 爸爸怎么办 然后无量事的众生 他们不了解 这个无常苦的道理 一直在